這球是一個壞球 目前高知剛是 也算是二雷安打王 今天又打了兩支 本來進了十三支的二雷安打王 跟潘虎熊是並列 所以一個球隊有兩個二雷安打王 也很恐怖 兩人還互相競爭 籃虎熊是有兩個圈的打王 另外第一次比賽 籃虎熊隊呢是 再聽一份 目前比數是八比一領先的兄弟相對 兄弟相對呢 雖然一開始呢是王勝偉拳打 先持得點 但是後來被倒冠八分 壞球 連續獲得三個壞球 現在反而要思考的是如何使他的投手群活過來 昨天的先方投手正點數 投得相當出色 但是在六比二下去之後 終極後援投手無法幫他守成 勝投飛掉 正點數昨天是滿可惜的 其實還有日本球迷的遠道而來幫他加油 這一棒右外野方向的界外球 而且牛隊球在這邊也很貼心喔 在昨天比賽的也本來是有想到就是 如果說假設正點數最後獲勝的話 那MVP就是頒給他 然後就是由兩位來自日本的球迷呢 來這個算是頒獎給他 滿貼心的還在看啦 雖然正點數沒有出賽 不過畢竟對棒球還是有熱愛 這個球出棒打成了在左外野方向 這一回這個球也轟得滿遠的 這個球還在飛 過去了 這一回不打二雷安打了 打全雷打 哇 高之剛今天神啊 狀況真好 這一回不打二雷安打打全雷打 不打兩個雷打數了 打四個雷打數 目前這種一局得三分已經第三次了 兩分打點全雷打 這一次全雷打的是高之剛在今年球季的第一號全雷打 原本就是槍打能力算不錯的捕手 要換投手 是 昨天投得不錯的沈夫仁呢 今天當然連續出賽 今天的狀況並不是非常非常地好 隊長休息 好 沈夫仁現在推場休息 看看牛隊的是不是要換郭建宇的上來接地他的頭九 來看一下剛剛高之剛這次的swing揮擊 非常的完美 內角球 揮棒的速度相當的好 而且咬中球之後呢 還有把力量再往前送出去 這一回不打二雷安打 不跟潘武雄搶 今天本季的第一號 同時也把沈夫仁呢給打退了床 沒有辦法 因為碰到 統一四隊目前整個球隊的一個打擊狀況算是蠻好的 會出問題還是投手的部分 對洋蔣的話 輸的這兩場比賽都是投手沒有壓住正角 這一次的揮擊 下腳抓到擊球的一個timing 而且力量延伸也做得很好 這不是剛剛過去的 過去還蠻遠的 對 沒有疑慮 沒有疑慮 對 謝謝 謝謝